天天起来 2017年12月13日 青石网北京考察团一行人来到了青东林 青东林位于河北省尊化市马兰玉镇 距离北京市区125公里 车程需要大约3个小时 考察团一早就出发了 并有幸在青林专家曲广源老师的带领下 对青东林进行学术性考察 71岁的徐广源老师退休前 是青东林文物管理研究室主任 他参加过乾隆皇帝御灵地宫 慈禧太后灵地宫 荣非地宫等皇陵的开启和整理 并亲手整理过慈禧皇太后的遗体 中国媒体称他是新中国成立后 和慈禧太后有亲密接触的最后一人 我们今天探访的第一座皇家园林 就是慈禧皇太后的顶东林 青东林是清朝统治者入关定都北京后 建立的第一座皇家园园 里面埋葬了顺治皇帝 康熙皇帝 乾隆皇帝 咸丰皇帝 和同治皇帝五位皇帝 一共有161位皇室成员葬在这里 慈禧太后是清朝末年的一位皇太后 她是同治光绪年间清朝的实际统治者 掌握朝政大权长达48年之久 徐老师说 慈禧太后在建造自己的林寝时 多方面出现了余治的情况 比如玉柱上出现凤在上 龙在下的图案 而穷奢及玉的慈禧太后 还在清朝甲午战争战败后 仍然坚持重修自己的林寝 用费超过4592两金叶子 150万两银子 不过树大招风在她下葬仅仅二十年后 这些宝贝就被东陵大道孙电英倒个精光了 1983年青东陵文物馆一处决定开启慈禧林地宫 徐广源老师就是这个时候 被委派整理慈禧太后的遗骸 接下来我们到了玉柱飞园 这是一个隶属乾隆皇帝御灵的墓葬群 陵园里葬的都是乾隆皇帝的嫔妃 共有三十六人 包括一位皇后 两位皇贵妃 五位贵妃 六位妃 六位贵 十二位贵人 四位常在 徐老师说乾隆皇帝有一位皇后在史书上消失了数百年 后来在玉柱飞园请纯慧皇贵妃的墓里找到了她的下落 原来她就是电视剧环珠格格里的娜娜皇后 她几乎被乾隆皇帝废除 死后没有自己的专属灵墓 还被塞进了皇贵妃的墓里 情况确实有些悲惨 话说 那拉皇后在一七六五年 随乾隆皇帝第四次难训 行程一开始时一切都很正常 乾隆皇帝在途中还为她庆祝了四十八岁的生日 但后来那拉皇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了 南巡结束后 乾隆皇帝下令收回皇后手中的册宝 并只留给她两名宫女 按照清宫的制度 只有常在才有两名宫女 一年后 那拉皇后就默默的离开了人世 死的时候 乾隆皇帝并没有多大的反应 她同时传旨 并令把皇后的丧椅下降一级 以皇贵妃的制度举行 不过事实上 她的丧椅制度 连一名低级的朝廷官员都不能 我们也探访了玉林飞园寝中的荣飞墓 我们也探访了玉林飞园寝中的荣飞墓 很多人认为民国初年盛行的相飞传说 历史上的原形其实就是荣飞 也使往往把相飞描写的天生例子 说她身体会散发欲香 此外还有说她曾有刺杀乾隆皇帝的行为 但玉林总统的严实故事 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才被历史学家们完全反驳 徐老师当年就是首位探查荣飞墓的研究人员之一 她在墓里亲手找到了荣飞的同地 她原来有个名 就是她有古话 我们有关 当然我进入这个地步的时候 看见这个棺床上有许多遗骨 就是人的骨头 但是没有脑子 没有脑子 怎么脑也找不着 最后我就下来 走在这个棺床下边 踩着一个教授板 拿一个咱们干活用的铁线 在这回乡的时候我就错了 插我 一插我看见 感觉到回乡里有个硬的东西 我用铁线把硬的东西搂到我眼前 然后把手伸进去衣服 又换 换着一个人打了 这就是相亏的超过 但是咱们现在就挺了不起了 是吧 咱到这边转一转一转 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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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青东陵的最后一站 来到了乾隆皇帝的御林 乾隆皇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 也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 乾隆皇帝的御林建筑非常奢华 据档案记载建造的用费耗银共一百七十万两 不过在1928年时遭到军阀孙天英盗决 林墓里所有的陪葬品都被倒得一干二净 对青东陵这三座林墓进行考察后 夕阳已尽黄昏 我们必须准备启程回北京了 不过就在这时 有考察队员向徐老师问起了苏玛拉姑的事迹 徐老师回复后 还带领我们去探访苏玛拉姑的墓 原来它的坟墓就在东陵附近的村庄里 不过由于陵墓位置较为偏远 因此考察队员们必须下车步行 随着岁月漫长的寝食 苏玛拉姑墓已经只剩下一个坟包 所有的宫殿与地面建筑已经荡然无存 它的坟墓如今就在村庄的玉米田中 陪伴苏玛拉姑的是雍正皇帝的老贵人 青东陵文物管理处还特地聘请了一位保安人员 一年四季在此保护他们两位的名物 苏玛拉姑是孝庄皇太后的侍女 她通晓蒙满名字 曾经担任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的启蒙老师 她与皇室家族成员之间关系非常一切 这次的青东陵考察收获非常丰硕 考察队不仅到了乾隆皇帝和慈禧皇太后的皇陵 还额外地考察了苏玛拉姑的领路 这无疑为此次的青东陵考察行程 而她华上了圆满的美剧 是不她见了 好比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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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